近年来,美国零售业时运不济,既遭遇零元购打击后,又面临严重的盗抢危机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,个人极有组织的针对商店的犯罪事件频发,已经严重冲击全美大小城市的零售业。 一些美国店主吐槽,一些人持枪冲进店里,将柜台所有现金抢劫一空。还有店主更是觉得不可思议,连卫生巾和牙膏牙刷都抢。更有店主哭诉,强盗们偷走的不只是商品,还有我们的安全感和一个企业主的激情。 也难怪网友调侃。男儿和不零元购,收取北美五十周。男儿和不带五勾,收取北美五十周。不是都说穷乡僻壤出毛贼,繁花都市休闲客。美国作为世界上公认的超级发达大国,为何也开始土贼横行,连小卖铺都遭殃?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。 根据美国零售联合会公布的,2022年全国零售安全调查报告显示,美国全境有组织的针对零售业的犯罪,较2021年增加了26.5%。 2021年零售业相关总损失额达到945亿美元,高于2020年的908亿美元。 旧金山、纽约等大城市的零售业不仅深受其害,甚至连美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也未能幸免。 美国执法部门表示,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城市危急托。 今年以来,零售业犯罪同比上升了34%。 看着这些数据,确实觉得有些难以置信。 毕竟零售店基本都是薄利多销。 如今居然成为美国犯罪高发地,成为盗窃犯和抢劫犯的集中营。 这是美国人真的穷疯了,还是另有原因? 一、美国零售业城犯罪重灾区。 目前,美国各大小城市的商店内盗窃和抢劫频发。 不论是大型零售商或小型店家,都在抱怨店内的偷窃暗层出不穷。 面对如此糟糕的治安环境,苦不堪言的店主们除了受损诉苦,好像别无选择。 美国小商店难以维系,很多品牌店也快撑不住了。 塔吉特、加德堡、沃尔玛等美国大型零售商,陆续发布2023年第一财季财报。 本季度,除去关心消费者支出项目变化。 零售商格外关注有组织的零售犯罪活动,纷纷开始评估犯罪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威胁。 由于刑切案件急剧增加,预计今年损失将高达5亿美元。 就算拥有家财万贯,也经不住这样放血。 受此近期犯罪事件频发影响。 美国大型连锁品牌,也纷纷关闭了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店。 今年3月,沃尔玛既宣布关闭芝加哥四家门店后,再次发生,将关店数量提升到9个州的17家分店。 根据瑞银今年的预测报告,未来5年美国还将有5万家零售店关闭。 插一句话,看到美国零售业的真实现状。 那些炮制所谓中国营商环境差,劝推境外投资的美国伪民调机构,是不是也该自己反思一下。 那么为什么美国罪犯已经积不择实,将目标描向了零售业呢? 2. 美国高通胀逼良为昌。 美国通膨近来已有减缓迹象,但物价依然持续上涨。 消费者仍被迫忍受生活所需品的价格飞涨。 根据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,五分之三的美国人因为物价上涨而面临经济困境,其中又以低收入家庭为主。 在通膨期间,经济压力对于手头拮据的民众而言更加沉重。 零售顾问公司的专家指出,数百万美国民众无法负担购买完整的食品。 加满一箱汽油,支付公共交通费用,支付家庭账单或是偿还信用卡债务。 美国零售商财报数据显示,在经济前景趋于下行的背景下,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消费。 更加专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。 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家,同时也是损失预防研究委员会主任的海耶斯指出, 美国社区可能正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。 民众很难找到工作。 美国高通膨害苦了底层民众。 他们吃住行得不到基本保障,只得逼粮为娼。 去偷抢零售店,以解决温饱。 甚至连美国专家都指出,引发这类犯罪案件, 聚增的触动因素就是高通膨。 三、法律漏洞百出,犯罪成本低下。 一直以来,美国自诩是世界上最重视法治国家。 但事实上,美国所有规章条款都是为高层和富人服务。 碍于军火商的利益,管控枪支的法律迟迟未出台。 如今底层民众为了生计无计可施,又有枪支许可加持。 秉承着薄一薄单车便摩托的想法。 犯罪自然容易高发。 有研究机构做了调查,困扰美国零售商的有三种类型盗窃。 一是以前从未行窃过的罪犯,也是走投无路的底层民众,他们手法不太成熟。 多偷取必需品,像是面包和肉类。 另一种是更令人头痛的有组织犯罪。 他们通常是一群机会主义者,会在某个或多个地区趁有机会时进行偷窃,之后再把得手的物品转售他人牟利。 而且这些赃品通常会在网上出售,卖给附近的小商店,或是在街市上贩卖。 最后一种是毒品诱惑引发的犯罪。 美国威奇托郡地方检察官贝内特表示,毒品危机是那些渴望满足毒瘾的个人,转向犯罪的原因之一。 由于美国毒品泛滥,导致引君子越来越多,犯罪集团于是就趁虚而入。 其中包括招募吸毒者进行大规模组织性犯罪。 更重要的是,对于犯罪分子而言,组织性零售犯罪提供了一种纯利润的商业模式。 因为没有管理费用、租金和产品成本,所以何乐而不为。 而且在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中,在商店偷窃或者抢劫价值低于900美元物品,不以起诉入罪。 而如果店员没有证据,还有可能面临被起诉诽谤的风险。 所以即使商家报警,警察也得等犯罪分子把商品搬出超市。 做时对方有犯罪行为后,在实施抓捕。 但是一旦走出店门,这些人就骑上摩托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美国政府其实一直知道这些法律漏洞。 但由于涉及利益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零售商,所以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从未完善相关法律,导致事态越来越严重。 由此可见,美国的法律没有保护零售商,反而纵容了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。 对于美国政府无能的行径,很多美国零售商坐不住开始爆发。 除了零售业面临困境外,美国还有连续八个多月萎缩的制造业,和数量高达二百八十多家的破产公司。 这些都归咎于拜登政府的贸易战和脱钩论所赐。 谁种下了缺德的因,就必有苦果的报应。 零售业只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,折射出来的问题不得不令美国深思。 尽管国内民生已经面临如此难题,但美国政府似乎仍然选择性失明,仍然在苦心积虑想着如何拉拢盟优打压中国,维护其所谓的世界霸主地位。 自作孽不可活。 如果拜登政府不处理好自己内部失误,继续挥舞经济霸权魔杖,最后这个魔杖必然会变成狼牙棒,扎得自己满身是血。